啊 我跟自己说过 如果有一天你喜欢我 我不希望是这个原因 我希望 你是真的喜欢我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不是因为你救我 我才喜欢你的 陈彤 听没有 我在跟你表白 你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 你不是说你也喜欢我吗 陈彤 我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我不在了 那如果 我不是你所期待的样子 你会不会后悔 会 我现在就很后悔 我后悔 我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发现我也喜欢你 我后悔 我一直在怀疑你 误会你 金柏妖 从今天开始 我只相信你 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相信 你还没有送我生日礼物 你还没有送我生日礼物 金柏妖 如果 你是真的喜欢我的话 要不要试试 跟我在一起啊 金柏妖 金柏妖 你怎么了 你醒了 你怎么受的伤 昨天晚上我喝醉了没有看清楚 那你喝醉了 那你喝醉了 昨天说的话算数吗 我去给你做考虑 后悔了 我林心童说过的话 从来不后悔 好啊 那我们就把 昨天晚上没做完的事情 继续做完 我去给你弄咖啡 没找到啊 这些 都是假的对不对 你研究我的喜好 怎么博取我的信任 你拿到了 宏副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这些是你逼来骗齿山的对不对 庭某妖 你说话呀 是假的 是真的 是真的 你骗人 我没有骗你 看在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 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身边的秦莫瑶 曾经比你还要高不可攀 他们寝室集团为什么破产 你知道原因吗 因为你爸 因为你爸骗了他们家倾家荡产 不可能 我爸不可能做这种事 是不是真的 你随便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当年洪富吞并情势 可是商界的一个大新闻 秦氏的老大秦氏杰 跟你爸是相交多年的战友 他爸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 自杀的 你身边所有人的不幸 都是因为你爸 你想知道老天 为什么这么对你吗 那你就下去问问吧 我到底是什么 我怎么来了 你真的不是 我为什么要说 你怎么这么对我 你怎么才对你 我怎么帮你 你这么说 我怎么这么对你 你怎么那么对我 你怎么对我 起来吃饭 你别管我 齐某勇 你不要让我看不起你 你不起来是不是 但是我现在就去把那个女人解决了 省得你在这儿为了她要死不活呢 你不许去 齐某勇 你别忘了 池山下雨微渴还得意着你 你这个样子你怎么保护她呀 她不需要我 你别骗自己了 她需要你心里知道 可惜了 我本来想跟你好好和解的 但是你非要跟我撕破眼 那我就没法按计划跟你客气了 你要怎么不跟我客气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呀 别害怕 别害怕 我怎么会杀了你呢 我还没拿到你的股份呀 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对你好 你忘了吗 我们可是要结婚的 你呢 秦某勇 池山 你最好现在就给我离开这儿 你们别太得意啊 游戏才刚刚开始 我会陪你慢慢玩 你来做什么 你这是要干吗 拿自己当幼儿逼他杀你是不是 李心头 你怎么这么傻呀 这不关你的事 只要是你的事 就关我的事 你干吗要这样对我 我是你仇人的女儿 我爸害死了你爸 秦某阳你不需要这样 你走吧 李心头 你都知道了 是啊 我都知道了 我什么都知道了 秦某阳 是我们凌家对不起你 我没有办法再面对你了 这都不重要 这不是你的错 这很重要 可是 我爸害得你那么惨 你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地保护我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我自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以后 我就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 我只想保护你 秦某阳 我们注定是不可能的 不 你不要再来找我 你不要说这样的话好不好 自从你上次走了以后 我就像死过一次一样 我们忘记所有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好